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瑜 今天是2024年9月5日星期四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風暴消息 據報天文台宣布6時20分就會改發8日風球 據報撞政下班時間 很多網民湧入天文台的Facebook鬧爆 情況如何 估計剛剛掛8日時間撞政下班 市面的交通應該認真頭痛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就說6.4改發8日風球 撞政下班放學的時間 網民湧入天文台鬧爆 內文提到由於改發8日風球的時間 撞政一般打工仔的下班時間 引來不少網民的擔憂和不滿 就說公共交通班次和路線可能受到影響 並留言表示是動物大遷徵 也都說收工時間就死了 也都說已經想像到整班人沙甸魚 不過也都有人讚賞天文台 就說預早幾個小時說明很好 大家有足夠的時間安排這樣說 天文台預告考慮在今天4點至7點掛8日 最終決定在6點20分掛8日風球 昨晚開始到今早早 有大批網民麻冤天文台 考慮掛8日風球的時段不夠精準 當中提到天文台在今天上午11點9 在Facebook專頁發天文 表示天文台在9月5日6點4日 會發出8日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本港風劑將會增強 不過有了精準的掛波時間 又有很多網民湧入專頁、討論區等 繼續留言大鬧 不少打工仔和學生們表達不滿 因為改掛的8日風球時間 撞正了下班時間 估計今天的下班時段會亂上加亂 不過也有不少網友為天文台抱不平 就說根據天文台資訊 摩蝦並非打正本講 他的路徑偏西南 就說路徑又不是吹正 也說擦邊擦到禁邊 過風會有多影響香港才行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最新的網絡熱話 據報天文台說明今天6時4日會掛8日風球 不過時間撞正打工仔的下班時間 大家知道有些公司不會早下班 結果估計6時多時間交通會大混亂 會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還要有待觀察 不過網民已經急不及待 他湧入天文台的Facebook鬧爆 就說相關的安排就是令到打工仔相當頭痛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呢 當中也有網民看天文台抱不平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呢 不妨劉個言聊聊天 另外我也看相關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會的報導 香港打工仔出奇招 夾的士 在說下班時間撞正掛8號波 網友爆笑的士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內文提到了 今據Facebook的士司機資訊網 TEST相關的鐵文看到 各位網友在天文台宣布 將會掛8號風球沒多久 就發鐵文問 有沒有人5點半左右夾的士 翻粉靚 又表示在中環出發 可以短訊給他 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鐵文一出 毫不意外 引來網友的討論 不少網友建議事主 可以搭東鐵線 或者巴士會比較便宜 也有人笑言 的士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話說 的士不是讓你這樣用 其實是近日的金句 事源因為有的士商會的代表 就是那些學生 夾錢搭的士 的士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最新的情況 狀正今天打風時間 是下班的時間 結果有打工仔 已經早早部署 希望夾的士和 中環回粉靚 不知道這位打工仔 最後會否成功 另外也提及這個消息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惡劣天氣期間 追風逐浪 新例之下或者會被檢控 最高罰2000元或監禁14日 內民同時來自東方日報 過往颱風來臨的時間 有不少市民喜歡到海旁追風 甚至出現家長帶小朋友到場 也有人冒險到海上衝浪 政府早前已經立例 惡劣天氣下追風逐浪 可以遭到檢控 最高罰2000元或監禁14日 以上來自Yahoo新聞 亦是東方日報的報道 說今年有新例 惡劣天氣期間 如果是追風 有機會被檢控 一罰的話 就罰2000元 甚至可能會坐牢 說以往 亦有些人去追風的時間 出現意外 介入況者說 如果這麼危險 亦不想勞煩消防員等等 人士幫忙 最好留在安全位置 另外也提及這個消息 又是有關鄧成波家族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財務公司說 租到拖欠6600萬元 入品要求 以故破皇鄧成波 兩個兒子賣樓還債 問題到 以故破皇鄧成波的家族 被指受到資金問題困擾 頻頻要拋售持有的物業來救火 當中有一間財務公司 日前 9月3日 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鄧成波兩個兒子 出售位於 則如沖英皇道的單位 以償還拖欠 財務公司的6600萬元 以及利息等等的相關款項 入品狀就說 原告是向被告借出了 6250萬元 而被告現在拖欠6600萬元 原告是要求被告出售 則如沖英皇道 福昌樓兩個單位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鄧成波家族的後人 就說很頭痕 近年不斷聽他們拋售物業 近期最大的相關熱話 莫過於觀塘的紅茶 他們就要求紅茶加租 最終紅茶不助走了 另外新進來的店舖 租金就比紅茶交的租金更便宜 都不知道是否賠了夫人又折兵 據報那單有多個不同的版本 不過有一個可以肯定的 就是近期 鋪王鄧成波家族就相當頭痕 最新情況又有 財務公司入品追他們還錢 另外亦都說說這個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會的報道 百號風球早走 公司要求在家工作 香港打工仔又不可以說NO 不要在家工作 內文提到 以往不少香港人希望打風 可以變相多一天台風家 若朋友打麻雀 不過近年在家工作成為大趨勢 不少打工仔在網上控訴 百號風球下 公司就改成集體在家工作 即是仍然要上班 其實勞工處訂立的台風 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 究竟打工仔在惡劣天氣 是否需要工作 還是應該有一個特殊福利 可以放多一日假呢 根據勞工處制定的台風 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 當中列明的惡劣天氣情況下 包括百號風球 九號和十號的台風 以及黑色暴雨警告生效的時間 除非有事先的協定 否則僱主是不應該要求僱員上班 不過指引實際是按僱員工作地點的安全 和往返工作地點的情況而定 就說僱主應該要著情處理 因為天氣關係 未能夠及時到達工作地點的員工 無需返回辦公室不代表放假 人員安全是首要考慮 當中看到僱主在任何情況下 應該要以僱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 因此在百號風球下 僱主可以要求員工改為在家工作 除非員工有其他合理的原因 例如證明到家中並不安全 否則也不能無故拒絕在家工作的安排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會的報導 網上熱話之一 百號風球公司改在家工作行不行 其實這也是口頭協定 雙方協議 當然希望老闆會做些 百號風球的話 就讓員工休息一下 未嘗壞事 不過如果說到很仔細的法例要求 看來這個位置都頗灰色 傾向就是僱主可以安排員工再加工作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